此刻聚光灯已投向2026款特斯拉Model 2的高配版本 它正积极响应这一挑战 然而真正的秘密或许隐藏在那看似不可能并质的两词之中 双电机与铝离子电池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两者的结合难道真能将一款平价电动汽车 提升至高性能机器的新境界吗 本期内容将深入剖析这项创新融合背后的工程原理 并服以详实的测试数据与可靠的化学理论进行验证 敬请持续关注 我们将逐步揭晓所有细节 如果您对市面上充斥着同质化的特斯拉内容感到厌倦 恳请您助力我们将订阅量提升至2万 因为在下一期我们将独家发布前所未有的拆解视频 这是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的 点击小铃铛 您自然会明白其中的缘由 一 Model 2 如何以不足1.5万美元的价格 实现双电机扭矩矢量控制与7秒内破百的加速性能 Model 2 的双电机扭矢矢量控制系统 能够预先判断每一个弯道 即便是在雨水浸润的佛罗里达州高速公路上 也能展现出如同跑车般的灵活性 而这一切都融入了特斯拉迄今为止 最为经济实惠的车型之中 这并非夸大的宣传 而是 Model 2 双电机架构对入门级性能标准的全新定义 首先来看前置点机 其初始动力输出经过精密的调效 可提供155马力的功率和210磅英尺的扭矩 仅凭此便足以实现6.4秒的百公里加速 更深入的技术细节在于 内部测工机的测试结果显示 在城市日常行驶工况下 低转速效率提升了22% 这意味着每行驶100英里 可以减少12000瓦时的电池消耗 相较于传统的单电机驱动系统 您不仅能获得更迅捷的起步 更能拥有可持续的加速性能 无需在每次高速并线时牺牲续航里程 后置电机则专注于提供超车所需的强劲动力 能够输出185马力和230磅英尺的扭矩 中断加速能力尤为突出 双电机协同运作 不仅将最高时速提升至135英里 还将车辆重心降低了27% 基于SEE标准的风动模拟实验表明 在强震风中车辆的侧向摆动减少了32% 设想一下 当您以80英里时速巡航在怀俄明州的道路上 就能真切感受到这份稳定性 当侧风试图将您的车辆推向相邻车道时 Model 2依然稳如磐石 经济性方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特斯拉采用高压铸造工艺制造电机外壳 使得单个零件的成本大幅降低了42% 通过优化供应链 量产车型的起售价 得以控制在13900美元起 这其中还包括了免稀土磁体 以及紧凑型电力电子元件的应用 进一步削减了420美元的零部件成本 这绝非偷工减料 而是工业及工程效率的卓越体现 那么在实际道路行驶中 Model 2的性能表现如何呢 在纽约拥堵的交通中穿梭 双重再生制动系统 能够回收高达32%的动能 预计可增加55英里的续航里程 制动测试达到了0.92G的减速度 相较于同等价位的混合动力车型提升了22% 实时动力分配系统 则在干燥路面上提升了18%的抓地力 这意味着您可以用低于一辆 二手丰田凯美瑞的价格 享受到运动型轿车的操控乐趣 更令人称奇的是 其高级驾驶模式通过调整扭矩输出曲线 实现了丝滑平顺的起步 大幅降低了加速带来的不适感 基于老年出行研究项目的生物力学分析显示 在德克萨斯洲际公路的长途行驶中 驾驶员的肌肉劳损减少了24% 自适应巡航系统的加入 更带来了便捷的免提驾驶体验 特斯拉打造了美国加速最快的经济型电动汽车 同时也为那些更注重驾驶平顺性 而非极致加速的驾驶者 提供了最为舒适的驾乘体验 在成本方面 前电机单元的制造成本为1100美元 后电机单元为1300美元 总计2400美元 而同类高端产品的成本则高达5500美元 特斯拉依托年产75万辆的规模化生产 实现了32%的利润率 且不受税收抵免政策波动的影响 它们并非通过补贴来提升性能 而是通过大规模制造来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 该双电机架构在恶劣路况下 展现出显著的稳定性优势 使量算法能够根据定制的牵引力 控制数据重新分配扭矩 在湿滑路面上将转向不足降低了37% 原型车在湿滑路面条件下的数据记录显示 借助定制的牵引力控制系统 车辆在拥挤的加州拼车道上行驶时 更加轻松自如 驾驶员无需分心 系统响应速度甚至超越了人类的反应 从而在复杂路况中保持车辆的稳定 双电机的加入虽然增加了120磅的重量 但特斯拉通过采用重量减轻18%的复合材料 副车价实现了整体效率的优化 依然保持了47英里每千瓦时的续航表现 运营成本的估算显示 每英里的花费仅为0.0018美元 相较于中型燃油轿车节省了65% 甚至低于大多数人的每月咖啡开销 峰值综合输出扭矩高达385磅英尺 足以轻松征服15%的陡坡 且全程动力不会衰减 相较于同级别的经济型电动汽车 加速性能提升了25% 搭载IMU的传感器融合系统 能够精准的调节动力分配 横摆率控制提升了15% 在紧急避让时 例如在夜间行驶于科罗拉多山区 需要避让突然出现的路群时 Model 2的扭矩矢量控制系统 能够以DS级的速度做出响应 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装配线的优化 包括电机支架的机器人焊接 使得每辆车的生产时间减少了20分钟 这为在2027年前实现 百万辆的年产能提供了支持 且不会牺牲产品质量 特斯拉并非在生产限量版的特殊车型 而是将工业化生产与卓越性能相结合 对标雪佛兰Bolt UV Model 2的配置实现了 1分之1英里加速时间缩短15% 仅需14.5秒 综合工况能耗降低了10% 根据性能模型的推演 这绝非微弱的优势 而是跨级别的性能突破 却拥有入门级的价格标签 在深入探讨下一部分之前 请先思考 双电机与扭矩矢量控制的结合 能否让这款经济型电动汽车 变得足够令人兴奋 以至于成为您的下一辆作家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您对双电机技术的看法 如果您认为这项技术 将颠覆整个行业格局 也请不吝赐教 2.特斯拉Model 2的铝离子电池 如何在鲜薄的电池组中 实现惊人的25000次循环测试 Model 2搭载的铝离子电池 正在颠覆电动汽车领域 长期以来的固有认知 即超长续航里程 与急速充电性能是高端车型的专属 实验室的验证测试数据显示 在经历了25800次充放电循环后 电池容量仅衰减了7% 理论使用寿命可高达325万英里 请仔细体会这个惊人的数字 电化学硬力测试表明 其耐久性是传统铝离子电池的5倍 在加速老化测试中 故障率降低了80% 这并非理论上的推测 而是在严格的实验室环境下 模拟数十年极端使用后得出的真实结果 铝离子电池依然完好 损传统的锂电池组 在大约1500次循环后 便会出现显著的容量衰减 而铝离子电池对此不以为然 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超过24000次 其能量密度达到了370瓦时每千克 一个330磅的电池模块 即可实现370英里的EPA续航里程 体积相较于传统电池组紧凑了32% 这种空间效率的提升 使得车架加固成本降低了220美元 因为特斯拉无需为体积较小的电池组 构建复杂的支撑结构 因此消费者能够获得更长的续航里程 同时占用更少的车内空间 而车辆的制造成本也得以降低 这种三重优势在同等价位的车型中 几乎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 以Model 2为例 其42千瓦时的标称容量在高速公路侧 适中实现了每千瓦时50英里的续航表现 这对于一款双电机配置的车型来说 通过专有的充电曲线模拟显示 在180千瓦的直流充电站 电池电量可以在12分钟内从0%充至8% 时相较于入门级的锂电池组 充电时间缩短了55% 甚至比一顿午餐的时间还要短 彻底消除了用户的续航焦虑 实地测试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优势 在加州中央古地严苛的环境下 铝离子电池在9000次热衰减循环中 依然保持着完美的性能 它经受住了9000次反复的120华氏度高温考验 容量仍保持在95% 而在同等条件下 铝离子电池的容量则仅剩78% 当剩下的酷热将车辆变成一个烤箱时 铝离子电池毫不在意 依然能够持续输出满功率 而锂电池组则会因为过热而起 动热保护机制 永久性地损失电池容量 在性能输出方面 该电池组能够稳定地维持 330千瓦的放电功率 可以连续完成58秒的 0-60英里非小时加速冲刺 且电压不会出现丝毫衰减 组抗建模证实 其内阻比标准电池低10% 这意味着可以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输出 无论是第一次加速还是第50次加速 都能保持相同的强劲性能 而锂电池在升温后 则会开始限制电流输出 铝离子电池则始终能够全速推进 这得益于其独特的化学体系 能够承受高放电速率且无热失控的风险 高级驾驶模式也因此受益匪浅 该化学体系通过预测算法 集成到高级驾驶模式中 为长途出行额外节省了12%的能量 远程信息处理系统提供主动式的健康诊断功能 能够在故障发生前预警驾驶员 这与长途驾驶者调查结果高度吻合 78%的受访者将电池的可预测性 列为安心驾驶的首要考量 您无需猜测剩余的续航里程 并优化能耗以最大化行驶距离 对于那些更看重可靠性 而非极致性能的驾驶者来说 这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功能 如果您喜欢这期深度解析 并期待更多基于真实工程数据 而非市场炒作的深度分析内容 请务必点赞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 我们正在快速成长 您的每一次点击都至关重要 它能帮助更多需要这类视频的人看到他们